不過講到郭台銘 郭台銘的妻子曾馨穎 出席啦 慈善晚宴 前一天郭台銘才剛剛宣布退選 而對於老公過去參選曾馨穎 對外都表示權力支持 但是郭董過去也曾經透過妻子 因為財產申報這件事有所抱怨 一席白色長裙 亮片點綴 小露香間優雅高貴 洪海創辦人郭台銘妻子曾馨穎 二十五日傍晚盛莊出席慈善晚宴 而前一天郭台銘正式宣布退選 曾馨穎看起來心情相當不錯 郭台銘二十四日釋出 一百四十六字的退選聲明 正式宣布放棄角逐二零二四總統大位 當初連數的大批支持者 聽聞消息難掩失望 但對妻子曾馨穎而言 恐怕反倒是鬆了口氣 這幾個比較貴的皮包 都要列在裡面 為了聲音跟我抱怨好幾天 郭台銘過去曾在記者會上 用幽默詭諧的口吻 提起老婆曾馨穎的抱怨 光是先生要參選 就得把自己的財產攤在陽光下 真的要澄清我沒有抱怨 真的不了解這個整個申報的程序 所以我的確有跟他討論 問他一些 詢問他一些問題 其實就是這樣就一次 無論是真抱怨還是假抱怨 如今郭董正式退選 從政壇回歸商場 如釋重負 但對於前副手賴佩霞而言 為了參選放棄美國籍身份 被外界謀虧 郭董該給補償吧 直播還原當初與郭台銘合作參選的經過 更表示想對台灣付出的心沒有改變 不排除未來還有合作可能 這個就是我跟郭台銘先生我們的結緣 如今兩個多月的政治奇幻之旅 假然而止 郭董雖強調人退治不退 只不過第二次挑戰總統大位 結局依舊走向退選 記者最好報導 你們有請坐在這兩句 我們在這兩句吧 在這兩句 杜師超過 烏命 是 我們在這兩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